壽司救護家 丟丟 基隆市政府舉辦第一屆 基隆壽司祭票選活動 這樣的構想 獲得在地壽司業者的肯定 有啊 我覺得這樣促進 基隆壽司的觀光還不錯 然後基隆最鮮的這種魚 都可以第一手到我們 大家顧客的胃口裡面 我覺得是非常好的 對啊 謝謝 那要不要推薦一下 基隆壽司 有 可以推薦 站前壽司在山坑在地的 小店 但是我們是主打便宜 然後大家通清楚 上班時間上班 要外帶都可以來這邊吃 我是龍基壽司 但我現在就是 因為旁邊在施工 所以六日才有開 就是如果要來的話 就盡量六日來 然後在那個 魚市場那一條的第一間店 就是龍基壽司 那我覺得基隆的話 其實它的海產鏈 是非常非常的完整的 那當然我們 回傳說是業者 希望未來也可以跟 當我們的海產的業者 可以做一些結合之外 其實我們到這邊來進駐 也是希望可以再多 造就一些當地的就業機會 那我想跟在地的業者 一定也是一個相輔相成的 彼此都可以互相襯托的一個存在 除了基隆是新鮮魚貨產地 壽司業者說 目前郵輪富航 基隆觀光潛力無窮 最近進駐基隆 舊火車站來開店 希望推廣多元的壽司美食 其實基隆就是一個 還蠻具有魅力的一個城市 那它這邊就是 也有郵輪 有外國的遊客 那國內的遊客 也常常會來這邊 其實因為壽司 現在來說的話 因為在國際間 像美國啊 或者是其他的歐洲國家 其實也還蠻多人 都很喜歡吃壽司的 那其實壽司這個東西 就是不管大朋友小朋友 都可以接受 那在那個做法來說的話 大家也有很多很多的 創意的做法 那像我們家的話 就是不只壽司 我們還有其他的一些 副餐的Menu 大家也都非常的喜歡 業者表示 樂見市政府推廣壽司美食 希望市府與民間攜手 促進產業發展 也增加更多的 在地就業機會 記者黃日生 陳淑萍 李亮傑 基隆報導